嗯 嗯 波卡 波卡就好 嗯 那我们 就 现在准备开始 然后我们再等其他的人如果想要上来的话也可以 嗯 我们这个周间的这个团契原来也是 暂停了一段时间 然后 之前我们在周六的 这个读书会也一直 停运着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属于停运的状态 嗯 但是现在我们要准备开始重启了 那 这个我们就打算把这两个事合并在一起 嗯 就原来周六的读书会我们之前读过路德 包括在之前 嗯 学习海德堡等等 那那个 时间的话我们就放在周三的晚上 来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 我们现在打算一起来读的 就是这个 基督教药义 大名鼎鼎的 加尔文先生 写作的他的这个 这个 著作啊 基督教药义 那我们 啊 使用的 一本 现在在中文里面 啊 有两个主要的一本吧 一个是这个 就是这个最早的这个 嗯 嗯 OK 是不是刚才还是卡了一下 嗯 嗯 OK 是的 希望以后不是卡了 呵呵 因为我双开的话 就会容易卡 嗯 另外一个一本 就是前前几年卖种 美国的卖种出版社出的 嗯 另外一个中文的一本 那我这没有 嗯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 他们两 这两个版本用的 英文的底本 是不同的 啊 这个 呃 和光户主 主编的这个 基督教药义 这个 中国大陆出版这个 他用的底本 应该是英文的底本 应该是 Beatle的底本 而卖种所用的是 这个叫 Beverage的底本 嗯 但是大体的内容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所以你们用哪个底本 都可以 用哪个中文的一本 都可以 嗯 嗯 嗯 对 我估计我们得读了好几年才能读完 啊 所以我的计划呢 是不是 从一开始开始读 嗯 嗯 而是我们挑选一些比较经典的 一些地方 而且是跟大家 比较息息相关的一些地方 啊 对了如果大家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书的话 我的建议是大家去购买这个 啊 纸质的书 啊 虽然这个 看起来挺厚重的 但是 有纸质的书在身边一起读起来 会比较 比较舒服一些 啊 那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这个 药液的这个 大概的结构哈 它是分四 分四卷 啊 那虽然这个 这个版本它是分的三侧 它这三侧里头就是把第一卷 第二卷放到上侧 然后把第三卷放到中侧 然后把第四卷放到下侧 啊 但是这个有的时候 呃 就是在我们 我们正常的引用 因为价人的这个 这个基督教教义 它属于 在学术的这个研究法里面 属于一手资料 所以 对于一手资料的话 都是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译本 每个译本的编排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在引用 在比如说在说 呃 我们要引用的时候 我们都是按照卷 卷 章 小节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说 就是比如说第几卷 第几章 第几节 啊 所以我们就不用这个 第几册 对吧 这个册是中文出版商 出版社 自己 啊 自己来 来定义的 不是 不是原著里面定义的 嗯 嗯 所以那么现在我们要 呃 从哪开始 开始一起看呢 如果你有这个 三 三册的这个 就是这个 啊 我们从第三卷 开始看 也就是中册 第三卷 我们上一周 我在我们这个 一起这个 聊的时候 我们简单的读了一下 第一章 但是我们读得很快 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 仔细的去 啊 仔细的去聊这些事 啊 所以我打算 今天 我们就是 也还是从 第三卷 第一章开始 嗯 那为什么我们要从第三卷 开始读呢 啊 因为第三卷 是跟我们基督徒生活息相关的 所以 我在这里面 就不是特别想去 先让大家讨论太多的 啊 神论 或者基督论 这些 而是直接 切入到基督徒生活的这个部分 那就是正好是第三卷 嗯 所以如果你有书的话 可以翻到目录 我们翻到目录之后 啊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准备开始 嗯 OK 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天父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间的这个时间 来一同的学习基督教要义 嗯 嗯 这只是啊 你所接的家尔文先生 留给我们的 一个重要的属灵的遗产 也求你给我们谦卑 啊 受教的心 叫我们能够从阅读当中 给我们汲取养分 来啊 使我们的信心更刚强 让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在地上 那所呼召给我们的 那个生活 到底是什么样的 并且让我们知道 你在基督里所赐予我们各样的福分 到底是如何的 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啊 祈祢与我们同在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奉害耶稣基督的名 Amen OK 那翻到目录的话呢 啊 我们简单的 上一周我们也 其实讲到了这一点 第三卷 它的大的标题 有的时候你的翻译 如果 中文的翻译可能会比较拗口 啊 这个大的标题叫做 我们领受基督的恩典的方式 啊 就是我们从这个恩典 获得什么样的艺术 以及这些艺术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 啊 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息相关的 基督的恩典 在十字架上成就了 在两千多年前成就了 到底 我们今天活在二十一世纪的 在北美也好 在中国也好 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 怎么样和 两千多年前的那个 救赎的事件发生关系 怎么样 我们跟基督能够能够连在一起 这个就是整个第三卷所讲的 那 那换句话说 这里面在讲的就是圣灵论 圣灵论 所以 圣灵的到来 就是 就是耶稣 升天之后 所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把圣灵拆开来 所以耶稣已经成就了救恩 耶稣已经升天了 他不在了 不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上哪找他 我们怎么样能找到他 那就是透过圣灵 所以 所以在我们去讨论 我们怎么领受基督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就在讨论圣灵的工作 而在讨论圣灵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在两个比较大的范锤在讨论 一个是个人的生活 一个是教会的生活 就是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个体 和基督徒的聚集 也就是教会作为整体 这是圣灵在地上的工作 去 带领每一个个体上帝的选民来与基督联合 并且使每一个个体 每一个基督徒彼此之间联合 就是教会 所以 当我们谈圣灵论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在间接的在谈 救恩论和教会论 那在这儿呢 第三卷他主要谈的是救恩论 对吧 所以如果你看这个目录 他会提到这个 第一章我们昨天 我们上周简单的读过 就是说圣灵隐秘的运行 使我们与基督之间产生关系 然后圣灵隐秘的运行 就是指内在的运行 内在的运行 产生信心 所以第二章讲信心 第三章讲悔改 然后第三第四 第五都讲悔改 然后第六到第十章 讲的是基督徒的生活 到底我们 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地方怎么样生活 这个第六到第十章 有的时候被单独提出来 当作是叫做基督徒生活的黄金守则 然后从第十一章开始讲称义 称义 这就是开始讲到救恩论的一个核心的教义 所以你看加尔文用很大的篇幅在讲 音信称义的教义 从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是吧 都是在讲称义的教义 所以称义是整个十六世纪 宗教改革的一个核心的教义 然后与从称义相连 灌出来的 就是基督徒的自由是十九章 然后从二十章开始讲到祷告 也是基督徒生活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然后他开始讲到这个拣选的教义 拣选预定 然后最后二十五章讲到复活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加尔文来处理这个 救恩论 圣灵在实行救恩的这个方面所做的 所以我们就翻到这个第一章 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 我们上周跟基督姐妹们其实已经读过 简单读过了 所以 国内的有些基督姐妹问这个什么时候直播啊 我们是美西的就是太平洋时间的周三晚间七点半 就是北京时间的周四上午五点半 周四上午的十点半 十点半 所以那个如果你上班了或者是没有时间的看的话也没有关系 所以叮叮的直播是可以看回放的 所以可以有空的时候看 我大概想采用的方式就是一边读 然后一边注视注解 然后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马上的就是打住我 然后想要简单的理解一下的都可以 因为我们上一次试了一下 其实读完这一章花费的时间并不多 很快就能读过 但是的确这个中译本里面有一些比较不太好的翻译 所以我在读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个 可以参考英文的译本 如果大家有英文的译本的话可以参考 如果大家可以读英文的话 这样的话就比较好理解 其实我个人觉得英文的译本 不论是应该是Beatle的译本 其实读起来还是很顺的 它没有特别难的生辟的一种表达方式 Beverage的译本相对来说比较古老一点 所以它的语言比较奇怪 我们就从第一章开始 第一章第一节 第一章的标题 圣经记载关于基督的事 都是借着圣灵隐秘的运行使我们获益的 所以开始提到圣灵的工作 第一节 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 如果你要打断我的话 请打断我 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 所以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译本一上来啊 就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 可以最终把它总结成 就是与基督联合这几个字 这是圣灵做最终极的工作 圣灵的最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使信徒与基督联合 我们现在在教会正在讲这个 遗布所书对吧 在接下来你们就会听到这个遗布所书 保罗在第一章的这个后面 讲到圣灵 然后第一章的十五到二十三节 保罗为遗布所人祷告 然后接下来第二章的这个地方 他都提到了这个联合的一个概念 当然不只是保罗 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里面 在临上十字架之前 他的那个祷告 他说 他说我走 我离开你们 是与你们有益处 他在说什么 难道耶稣在地上 跟我们在一起不好吗 为什么耶稣离开我们 是对我们有益处 所以耶稣说 这个意图就在于我去的话 就会拆来圣灵 然后圣灵会让你们真的认识我 真的知道我真的与我联合 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话 就算是和耶稣一同生活过三年半的门徒 也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 也不能够真正的与耶稣联合 他们只能从外在表面上看到耶稣 认识耶稣 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真真正正的 跟耶稣真正的产生这种联合 所以只等到圣灵来 你看彼得一直到耶稣死 到耶稣复活 彼得都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 都不能够真正明白耶稣到底做了什么 而只等到五旬节的时候 彼得开始想明白了 但是圣灵开始告诉他 这位耶稣就是圣经预言的密赛亚 他到底做了什么 就是他要死复活 然后成就一切旧约的预言的那一面 所以那个时候到五旬节的时候 彼得所有的门徒才真正的明白耶稣到底是谁 所以这个是圣灵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使我们与基督联合 下面说我们现在要讨论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领受父神赏赐他独生子的恩赐呢 因为神并没有为了基督个人的益处将这些赐给他 而是要他使贫乏的人成为富足 所以父上帝赏赐给耶稣的这些恩赐 是耶稣要赐给 是让耶稣赐给其他人的 而不是耶稣自己 自己领受的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 只要我们仍与基督无关 这句话就是比较好的翻译 只要我们仍在 只要基督仍在我们之外 我们与他隔绝 那么基督为了人类的救恩所遭受所行的一切 对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益处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是整个他在讨论圣灵论 和这个救恩论的时候的一个前提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明白 如果耶稣所做的这一切 两千多年前的上十字架 这些都非常的好 但是如果我们不与他联合的话 他所做的只是一个 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事情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犹太人 被冤死的罗马的人手下 这件事情到底跟我们有什么 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意思 这必须是圣灵 是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才能够获得的 因此为了与我们分享 父所赐给他的 他必须 这里面 这个一本又翻译错了 他必须成为我们的 这里面他说是成为人 把那个人打个叉 他必须成为我们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 不是保罗 加尔文在这里面强调的是这个 基督是我们的 我们是基督的 这样的一个联合的意思 所以他必须成为我们的 并且住在我们里面 并且与人同住 这也打个叉 不是与人同住 是住在我们里面 因此他被称为我们的元首 在我们的这三个字下面 画上这个 重音符号 对吧 他在强调的是 他是我们的 基督是我们的 这是联合的概念 并且以及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圣经也说我们被接在基督里 这又是联合的概念 并且已经批代基督了 这又是联合的概念 这都是圣经当中提到联合的概念 批代基督到底什么意思 就是与基督联合的意思 我们被接在基督身上 基督这个 这个是一个 植物学上面的概念 对吧 架接 一个枝子 接在一棵树干上 这也是什么概念 这就是联合的概念 就如上所说 直到我们与基督成为一体 否则他所拥有的一切 都与我们无关 的确我们以信心获得这一切 然而 既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福音 所提供与基督的交通 因此我们就要 竭力的考察圣灵隐秘的力量 因为我们借此力量 开始享受基督和他的一切祝福 对 他这里面说 那有人说了 我们是靠信心获得这一切 这就够了吗 但是加尔文这样又又升了一层 他说 没错 但是问题是 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耶稣 所以在信心之上还有一种力量 产生信心并且创造信心 这个力量就是圣灵隐秘的工作 也就是换句话说 加尔文说信心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自由意志产生的 信心是圣灵创造的 所以第二章才会提到这个信心的定义 对吧 就是很顺的从圣灵的隐秘工作过渡到信心的工作 所以 所以这是第一第一段 然后接下来他说 我在前面讨论过圣灵永恒的神性和本质 现在我们明白 这一点 就当满足 基督借着水和血而来 就如圣灵所见证的 免得我们错失神借着基督所赏赐的救恩 回一会再回复来提这个 他到底在说什么 就如圣经记载 在天上做见证的有三位 父 道和圣灵 同样在地上也有三位 水 血 和圣灵 在此重复圣灵的见证 并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感受到这见证 就如刻印在自己的心上 印证基督的捷径和献祭 停在这 这里面他引用了约翰一书 那 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好解的一段经文 所以 你读完之后 你不知道这个 加尔文到底在干嘛 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你可以翻到约翰一书 那段经文其实不是特别的好解 而且加尔文的解释也并不是我认为最合理的 但是我只是想在这里面帮你们说明一下他到底在说什么 所以如果你翻到约翰一书第五章 还是引用的第六到第八节 对吧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 他说 所以 这是ORDinin 这是尔 here 可继续 那我在这找一下中文的 谁有中文的可以读一下 我要读吧 这借着水和血而回的 就是耶稣基督 是单用水 乃是用水又用血 并且有圣灵做见证 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做见证的原有三 就是圣灵水与血 这三样都也都归于一 所以他在这里面说 这是加尔文自己的解释 当然这节圣经里面 就是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我先说加尔文是怎么解释 加尔文的解释是 他说当基督说 借着水跟血来的时候 他说的是基督 是满足了旧约 礼仪律当中的预表 所以在旧约的 礼仪律当中有水洗 有献祭的血 所以他说耶稣是借着 水跟血来 也就是耶稣是透过这些旧约的预表 满足旧约的预表 来的 然后他说 所以在旧约当中的这个水代表洁净 在旧约当中的这个血代表献祭 所以这旧约当中一切的水跟血都预表着基督 然后他在这里面所强调的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说完这个之后 他还要夹上圣灵呢 我们在 这个 第三张 第三卷的第一张 就是 就是 第中册的526页 你能找到吗 找到吗 OK 所以 加尔文在这里面所强调的是 光有血跟 光有水和血不够 还需要有圣灵的见证 圣灵在旧约当中就借着水跟血 见证耶稣基督的旧约 然后 所以 所以你看他接下来他说 我们感受到这见证印在我们身上 印证了基督的捷径 就是水 然后基督的献祭 就是血 当然我个人对加尔文在解经的这一点 并不是特别的赞同 我当然这个 这个并不是重点 所以我也不打算在这 多去聊这个解经的问题 但我们只要知道了加尔文他的 他的概念 他在说的是 圣灵 才是真正使这些外在的见证 有效的那位 然后他接下来说 然后他接下来说彼得也因着同样的缘故说 信徒是被拣选 借着圣灵得成圣解 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 又蒙他血所洒 他借此解释 圣灵隐秘的浇灌 洁净我们的灵魂 免得基督所留的宝血落空 当加尔文说隐秘的时候 他说的就是内在的 内在的 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 不是外在的 不是眼睛可以看见的意思 保罗在谈到洁净和称义时也说 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神的灵 被洁净和称义 总之 基督借圣灵有效的 使我们与他自己联合 这也是我们在上一节所教导 关于基督的高谋 与此有关的 所以在这第一节 他这里面主要说的就是 圣灵的工作 是使我们与基督联合 然后第二小节 在第一小节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有吗 他这个浇灌是一次性的吗 还是多次的 嗯 你是说彼得前书这里面对吧 因为 因为这个应该是 就是说我们一般都是认为说 我们是不断的 嗯 不断的被洁净 不断的就是每天每天都在 在生活中去去经历 对吧 对吧 所以是不是应该解释 是一个继续的 不断的一个 一个承证的一个过程 嗯 不是一个好像一次性的结果就是 嗯 这个其实在这里面 他并没有去怎么区分是一次性还是连续的 对吧 这并不是他想要讨论的一个一个关键的点 嗯 他只是说 在在彼得 在彼得说这个 呃 他们成为圣洁的时候 彼得是在说 圣灵的交换是他们成为圣洁 所以 可能这个 如果我们要具体谈到底这里面的圣洁指的是渐进式的成圣 还是指的是一次性的这种从不洁净到到圣洁的这样的一个转变 那那就是可能我们需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再去讨论 所以在这里他并没有他并没有过得讨论这个这个区分 所以我我个人认为就是 嗯 我个人认为可能啊 我不记得具体你需要看他那个里面用的字 得成圣洁到底指的是什么 是指的渐进性的 渐进性的成圣还是指的 啊有一种有一种 那有有有有另外一种成圣叫做 啊 definite sanctification 这个是就是指的是决定性的对吧 你成你一次成圣了你就是归为是 就是有的时候被翻译成圣化 啊 呀但是那这个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可以在后面在讨论 可能会遇到就是啊 渐进的成圣的有什么意思 嗯 我们来继续看这个第二小点吧 嗯 神如何并为何将圣灵赏赐给基督 啊所以他在这里面提到呢 神是将圣灵赐给基督的首先 啊 然而为了对这非常值得考察的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 我们必须牢记神将圣灵赐给基督有特殊的目的 嗯 使我们与世界分别 并招聚我们 就得永远基业的指望 嗯 所以这个 这个 神把圣灵赐给基督 是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 啊 在旧位当中就已经预言到了 对吧 当弥赛亚到来的时候 弥赛亚将会是有圣灵的这样一个人 嗯 所以他会有支配圣灵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啊 记得例如在弥赛亚书里面提到就是说 耶和华将 将什么智慧的灵对吧 什么 啊 聪明的灵等等 就是把 就是总的来说是把圣灵 啊 放 就是什么 啊 放在我的身上 啊 所以那里面是弥赛亚在宣告说他有圣灵在他的身上 那这也是耶稣在他 啊 很重要的时刻 就是他受约翰的喜的时候 嗯 约翰所做的见证对吧 说他是有圣灵的人 圣灵 而且不仅仅是就是他 他拥有圣灵 他是支配着圣灵 他因为他是 他是 圣灵就是他的灵 嗯 而上帝把圣灵赐给耶稣的目的是 啊 叫我们与世界分别 并且把我们聚集在一起 啊 让我们有将来领受永恒基业的这样的盼望 嗯 嗯 所以 所以从世界分别就是圣化的意思 是吧 你说什么 这就是基督之所以被称为成圣的领 嗯 嗯 是因为这个我们从世界分别这个 这个这个被分别出来就是被分别为圣 所以 所以基督是 啊被称为这个 圣化的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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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他不但以某种力量赏赐人类和其他的活物生命并滋养他们 也是因为他就是我们属天生命的根根根基 啊 因此众先知对基督国度极赞赏的租点之一就是当基督的国度降临的时候圣灵将更丰盛的交灌交回 啊 在约尔书中的这段经文对此有最巧妙的描述 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交灌凡有血气的 虽然先知似乎将圣灵的恩赐局限于先知的之分就是 在约尔书那里面他会提到说当圣灵交灌下来他们要说预言等等 这是只是局限于先知的之分 但是呢 这个预言表明的是在神赏赐圣灵的时候 必将那那必将使那些从前贫困贫困和对天国之道完全无知的人成为他的门徒 啊所以他说这个约尔的预言 当当当这个基督的国度降临的时候 这个圣灵被交灌下来之后的最重要的并不是他们都会说预言或者怎么样 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能够原来他们是不知道天国的 但是现在他们充满了天国的这个 这个真理他们成为天国的子民 这个是圣灵交灌下来的最重要的表现 啊所以说预言对吧 说这些啊这些意象对吧 啊这到底是什么呢 在旧约的时候如果你是旧约的先知 当你说预言的时候你说的就是关于基督国度的事情 啊那当时的人看来就是预言对吧 你当你看到异象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看到就是基督的国度 所以当基督的实体来的时候 啊从旧约的先知的角度来看 就是新约的这些信徒我们今天所说的耶稣基督的国度 耶稣基督的啊他成就的救恩对吧 他将来我们要继承的天上地上对吧 新天新地的这些产业 在旧约的人看来这就是预言对吧 啊这就是意象这怎么可能想象不到的啊 所以所以这个是约尔的先知的预言所说的 就是将来有一天从前对天国完全无知的人将会成为天国的子民 再者神父神因他儿子的缘故将圣灵赏赐给我们 并将圣灵一切的丰盛赐给子 让子随己意分配 因此圣灵有时被称为神的灵也有时候被称为子的灵 儿子的灵 保罗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 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基督 所以神的灵就是基督的灵对吧 这并不是说两种不同的灵 而是都是表示圣灵 神如此激励人盼望完全的更新是因为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一方面赞美恩赐是父的赏赐 一方面说恩赐来自基督 这并没有任何的冲突 因为神将这些恩赐交付给基督透过圣灵赏赐给他的百姓 因此基督呼召一切干渴之人到他那里去喝 所以这个喝就是喝圣灵 喝圣灵的水 保罗也教导神将圣灵赏赐 各人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 这里面你看加尔文的这个非常 非常丰富的这个三一论都在这里面都提现出来了 说是父的给的就是说子给的 也就是圣灵给的 这根本不矛盾 因为三位乃是一对吧 我们也应当晓得他被称为基督的灵 不但是因为神永恒的道与父神和圣灵彼此的联合 也因为他中宝的职份 若基督没有这圣灵的大能 他到我们这里来便是枉然的 把他在这里面稍微解释一下 为什么圣灵被称为基督的灵 不仅仅是因为基督是圣子上帝 不仅仅是因为基督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 他说是因为基督的中宝的职份 也就换句话是因为基督是取了肉身的 取了人性的 因为圣灵要在基督的中宝的职份当中发挥作用 否则的话就是 他的基督的中宝的职份就没有意义 在这层含义上他被称为 基督被称为幕后的亚当 也是他强调这里面强调耶稣的人性 也就是神所差遣叫人活的灵 神的儿子将这独特的生命赐给他自己的百姓 使他们与他合而为一 保罗在此将这生命与恶人所共有的自然生命做对比 同样的他为信徒求基督的恩典和神的慈爱 同时也求圣灵的感动 这就是三一论的应用 因为若没有圣灵 没有人能尝到 上帝父亲般的慈爱 或者基督的恩惠 就是他以下所说的 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所以这里面整个第二节的这个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说 这个上帝把圣灵赐给基督 是为了叫我们能够被分别为圣 叫我们被分别为圣 叫我们有分于基督的这个圣洁 这是第二节所说的 第二节有没有什么问题 OK那没有问题我们进入到第三节 圣经对圣灵的称呼 在此列举圣经对圣灵的称呼有很大的帮助 因我们探讨的是救恩的起源和对我们的更新 他在这里面把圣灵称为救恩的起源 所以 救恩是怎么来的呢 是从圣灵来的 对吧 首先他被称为儿子的灵 因为他向我们见证神白白的恩典 神借此恩典在他的爱子里悦纳我们 为要做我们的父 是我们得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 他也赐给我们祷告的言辞 是我们毫无畏惧的呼求阿爸父 他也被称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得基业的印章 可以这样反映 因为他从天上将生命赐给我们 在这地上做克律 甚至被世人视为死人的人 使我们确信我们的救恩 在神永恒的看顾之下是稳妥的 他也因赐给人义而被称为生命 圣灵与他隐秘的浇灌使我们丰盛的结出异果 因此他常被称为水 就如在以赛亚书中所说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 这里面所说的水就是圣灵 以及我要将水浇灌给口渴的人 将河灌溉干旱之地 这里面也说 这里面所预言的都是指圣灵的降临 我们在上面所引用基督的话 与此类似 他说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他有时也因他洁净的能力被称为水 就如在以西节书中神应许 他将用清水洁净他的百姓 使他们脱离一切的污秽 有时圣灵也被称为油或者恩膏 是因为他将恩典的泉源浇灌在人的身上 使他们获得生命的活力 另外一方面圣灵也被恰当地称为火 因为他不断的炼净我们的恶欲 并以神的爱燃烧我们的心 使我们热切的侍奉神 简而言之圣灵被称为全员 因为天上一切的丰盛 都是从他那里浇灌给我们 他也被称为神的绑帝 因为神借圣灵发挥他的大能 神以圣灵的大能赏赐我们 他自己的生命 使我们不再靠自己行事 而是被圣灵的运行和感动所统治 由此可见我们一切的良善 都是圣灵恩典的果子 在圣灵之外 我们的才能不过是心灵的黑暗和邪恶 如前面明确的解释 若非我们的心体贴圣灵的事 基督就与我们无关 因为我们只是从远处冷漠地观望他 实际上就是远离他 我们也知道基督做谁的元首就祝福谁 做谁的兄长就祝福谁 谁披戴基督他就祝福谁 唯独这联合能确保救主耶稣基督的到来 对我们不是突然的 所以再又回到这个联合的这个概念 使我们成为他的骨中骨肉中肉 从而与他合一的圣洁婚姻也是为了同样的目标 然而基督唯独借着圣灵使我们与他联合 我们也借同一位圣灵的恩典和大能成为基督的肢体 使基督统治我们并且使我们拥有他 所以这点他又回到了圣灵把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 然后第四信心是圣灵的工作 然而信心是圣灵主要的事工 因此常用来描述圣灵的大能和运行的术语都与信心有关 唯有借着信心圣灵才能领我们进入福音的光中 正如约翰教导 神赏赐信基督的之人做他儿女的特权 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也就是从圣灵生的 使徒在此将神与人的血气相互对照 为了证明信心是神超自然的恩赐 使那些从前不信之人以信心接受基督 基督的回答也与此相似 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所略提到的这些事在前面已经充分讨论过了 保罗也说以父所信徒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保罗教导说圣灵是人心的教师 使我们明白救恩的应许免得我们听却听不见 同样的当保罗说帖撒罗尼迦信徒借着圣灵里的成圣和信真道被神拣选 使他在向我们强调信心唯一的源头就是圣灵 约翰更清楚地解释道 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以及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因此基督应许他的门徒说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 使他们能领受天上的智慧 就是基督应许这个圣灵使门徒领受天上的智慧 而且基督交付圣灵这个职份 即提醒信徒他亲口的教导 所以他说圣灵来了要提醒你们我所说过的一些话 因此除非使人醒悟的灵打开人的心眼 否则神的光照是图人的 因此他被恰当地称为打开天国宝藏的钥匙 而且他的光照成为我们的悟性 保罗之所以高举圣灵的执事 是因为除了基督我们内心的师父 借他的灵吸引父所赐给他的人归向他 否则一切人的教导都是图然的 我们说过神完美的救恩都在基督里 所以基督为了我们领受这个恩 为了使我们领受这救恩 就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 使我们拥有信福音的真光 并且重生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又将我们献给神 习近我们一切世俗的误会 做神圣洁的殿 这一段告诉我们说 信心是圣灵的工作 信心不是我们自己自发产生的 而是上帝超自然的 借着圣灵的工作所产生的 那这个就是第一章 所以我们很快的就读完了 第一章里面 就是提到圣灵内在的运行 使我们与基督的事情有关 是吧 使我们与基督联合 这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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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 对吧 如果你说有什么概念能够 就是包容所有的上帝的救赎的恩典 那就是与基督联合的这个概念 所以与基督联合的这个概念 可以包纳所有的一切上帝在基督里 赐给我们的救恩的各样的益处 对吧 就是你想到比如说 重生 对吧 你想到称义 想到成圣 想到被收纳成为上帝的儿女 想到将来我们要得荣耀 这一切都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一部分 或者是一个侧面 这是改革宗神学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就是与基督联合的概念 关于这个第一张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讨论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地方 就是关于救恩的话 就是对于预定得救的人是一样的 但是信心有没有大小一分呢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信心的性质 简单回答是加尔文会说是有的 信心是有强有弱 而且信心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是在第二章会谈到信心的定义 和它的性质的一些解释 对 没错 如果真信徒的信心也会暂时的软弱 或甚至像大卫一样 对吧 他甚至 他甚至觉得说上帝可能 会抛弃他 或者像彼得一样 对吧 都会有否认基督的时候 所以信心是有软弱的时候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赐给我们 兼顾我们信心的途径和方式 这就是借着他的蒙恩的管道 所以当我们提到蒙恩的管道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说的就是圣灵工作的一般途径 圣灵工作的一般方式 如果圣灵到底怎么工作 在哪圣灵承诺说他会工作 对吧 那就是圣灵承诺他会借着蒙恩管道 也就是圣道的宣讲和圣理的施行来工作 圣道的宣讲 当我们听到上帝的道宣讲的时候 圣灵说我会借着这个道工作 当我们看到圣灵在施行的时候 圣灵说我会借着圣灵工作 所以如果我们信心软弱的话 最佳的方式就是寻找 不是关闭起来 然后闭着眼睛去寻找一个圣灵的一个超自然的工作 好像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 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 圣经实际上催逼我们说 去到那个可见的公共的公开的蒙恩的管道去 来增强你的信心 就是圣道的宣讲是圣灵的事情 当你拿着那个饼的时候 对吧 但你说我不确定我不知道对吧 我是不是主是不是真的爱我 上帝是不是真的眷顾我 你拿着那个饼的时候 上帝就说 这就是我眷顾你的证据 就是我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你舍掉了 这就是证据 你想要证据 这就是 当你领受圣灵的时候 就是上帝在兼顾你的信心 那除了这两个蒙蒙管道 万一人他没有机会去教会 也没有办法 那圣灵怎么样给他 让他蒙恩呢 这是我们提到的两个 我们可以说是一般的普通的对吧 我们可以说是公共的公开的 也就是这个东西不分人 不分男女老幼 对吧 这些东西都是在教会里面公开的赐下来的 当然圣灵可以借着一些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像 维米斯特的信条里面提到的 读经 祷告 对吧 这些都是圣灵可以使用的 这次等的 不是像有与圣道和圣理有同等权威的 那种蒙恩的管道 所以这些东西是在一种非常极端的情况下 依旧可以给信徒带去这种 所以就是我们要区分一般的情况和特殊的情况 是吧 圣灵是可以在很多特殊的情况下依旧工作的 不是说圣灵被绑定死了 一定是在蒙恩管道里面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对吧 那一般情况下 除了周日在教会里 那个圣道圣灵 那平时的读经祷告是没有 不也是要工作的 也是 对 平时读经祷告 不是圣灵在教会里设立的公共的盲恩管道 是吧 也就是换句话说 在教会的很长一段历史当中 没有人在家里面自己读经祷告的 有自己的祷告的 但是很少有人自己在家里读经 对吧 因为你买不起圣经 你没有圣经 你唯一能够听到上帝的话的方式就是在教会里面 但是这是到了印刷术后来 我们今天有能够印刷出来的圣经的译本 是吧 但是 但是这种个人的私下的读经 当然的确是很有很有很有益处的 但是并不能够与圣道的宣讲 放在一个平面上去 或者一个层次上去理解 圣道的宣讲 是圣灵的教会里面设立的一个蒙恩馆道 最重要的蒙恩馆道 你说我个人的读经 会不会有一些感动 会的 这是一定的 我有没有一些领受 会不会亲近神 了解上帝的心意 这些都会的 但是 为什么讲道这么重要 宣讲出来的道这么重要 这就是 你要回去听路德的人生智慧了 你要回去听路德的圣道神学 因为专门的提到 道的形式有很多种 上帝的道的形式有很多种 书写下来的圣经是上帝的道 先知曾经说过的话是上帝的道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道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上帝的道 对吧 然后还有 还有一个形式就是 在教会里面的讲台上讲出来的道 也是上帝的道 所以道有不同的形式 而 今天在新约教会里面 上帝的道 以一种用气息所发出来的方式 去宣讲出来的这种形式 就被称为叫做宣讲的道 这个宣讲的道 是上帝特别在新约教会里面 设立的蒙恩管道 所以不是读经 如果今天下一个主日 牧师来了 唱到讲台上 啪把圣经放在桌上 就开始念 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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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念完了之后 关上走了 没有宣讲的道的话 在那个情况下是 我们可以认定为 没有蒙恩的管道实行 或者没有 或者说没有宣讲的道的 那种层次的蒙恩管道的事情 所以这是为什么改教家们在当时 特别的指责中世纪晚期的教会里面 缺乏讲道 没有宣讲的道 只有有一些这种短的很短的这种短讲 有些叫做短讲 或者甚至就是只是读经 或者是干脆就没有 这是可能我们到后面要谈的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 还没有谈到这里 关于这个 蒙恩的管道 应该是 我们要到这个 架子应该是在其他地方会谈的 我们以后会慢慢的 会慢慢的有机会再谈这个蒙恩管道的问题 这是一个我们今天 基本上教会里面不会提到的一个概念 就是蒙恩管道的概念 对吧 但是我们可以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阿牧我想问一个关于解经的问题 就加尔文在这里 用更多前书15章那里 他提到了基督的两个名称吗 就是幕后的亚当和教人活的名字 嗯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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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圣经 称呼基督为教人活的名字 那时候 因为他不是称呼圣名为教人活的名字 他称耶稣是教人活的名字 所以他就是说是一种 比喻对吧 但基督比喻成一个教人活的名字 嗯 你说的是在第2部分 第3部分 对第2部分 就是第2部分快结尾的地方 就是提到说 他提到说 他提到说 life giving spirit 对 零前十五章那里 对 他提到说 他被称了幕后的亚当 也就是说他想教人活的名字 然后当时保罗也确实是在说 基督成了教人活的名字 所以这是一种比喻对吧 就不会像说可能 像是小群或者李长寿 他可能有些时候会说 你看基督好像描述一遍 好像有一种这个 情差论的感觉 也就是说 换句话说 他在这里面并不是混淆了第2位格 跟第3位格 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称呼呢 基督 基督也被称为教人活的名字 就是一种比喻模式 嗯 具体的解睛 我需要再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问题 我们到时候我回头查一下 具体的解睛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 一些的观点 但是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他并不是在混淆第2位格 跟第3位格 对吧 并不是说基督变成了圣灵 这是格里多前书第几章 15章 就谈到复活的那个地方 15章第 15节 因为我之前自己觉得这里很难懂 但是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说 这应该就是种比喻嘛 就把基督比喻成了一个可以使用护活的灵 因为他是我们护活嘛 因为他是我们护活嘛 他给我们生命提醒 所以我就认为这是一个比喻吧 我客人这么理解 对吧 到时候我到时候我到时候我 等到我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解禁的结论 我再跟你讲 好好的 他在比喻两种不同的领域 一个是属灵的领域 一个是自然人的领域 但是我到时候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解禁的结论 谢谢王牧章 你记得我有一些 谢谢 在那个要理问答里面有 就是耶稣在 耶稣基督在那个 在一间的时候是那个圣灵 让他复活 对 对 对 但是这里面保罗说的明显 他不再提圣灵 是叫人活的灵 他将基督比为叫人活的灵 信基督 但是 圣灵使用复活 这个关于这个具体的解禁的问题 我们到时候再 再继续来看 在 丁丁群里面的 朱利亚问 请问中心教义是什么 与基督联合是中心教义吗 这个朱利亚是 是我们的朱利亚吗 中心教义指的就叫 英文叫做 这是一种 处理系统神学的一种方法论 就是认为 所有的教义最终可以 源自于一个教义 然后从这个教义可以按照理性的逻辑推理 把其他的东西把其他教义都推出来 那这种系统神学的方法论 在今天 在比较流行的时期 就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 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联系到一个教义里面 但是这种研究系统神学的方式 今天已经被批判了 所以我们看到传统上 像很多人会说 改革宗是以预定为中心教义的 或者是以神的主权 或者什么之类为中心教义的 这种论述都是经不起历史上的推敲的 也就换句话说 我们没有一个中心教义 我们有的是 就是在我们的任性体系里面的 不同的教义的点 你说哪个比哪个更重要吗 并没有 比如说今天有些人会错误的把 与基督联合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 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义 但是我们如果把与基督联合的教义 把它单拿出来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甚至这个比称义还重要 这个比带鼠还重要等等 这是没有必要的 为什么 因为与基督联合的教义 它有它的应用的范畴 对吧 它不能够代替上帝论里面的一些重要的概念 它不能代替基督论里面的一些重要概念 它只是在 旧恩的应用 圣灵的旧恩应用上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比较统筹性的一个概念的存在 所以它不能代替称义 尽管称义是基督联合的一个侧面 它不能代替成圣 尽管成圣也在表达 与基督联合的一个侧面 所以我们需要去平衡 去不是去抓住一个 然后就把其他都扔掉了 对吧 这个是我们不推崇中心教义的这样的一种观点 所以 所以当我强调与基督联合的时候 请不要误解 我不是在说 你拿着与基督联合就可以去否认 其他教义的重要性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儿 然后关于一些具体的解经 包括更多前书具体的解经 让我来稍微做一点功课 然后我来回复给大家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大家觉得还有帮助吗 像这样读下来 OK 那我们就下周继续来读第二章 那第二章的内容会稍微多一点 那我们不一定能完全的都读下来 嗯 在这里面特别的批判了这个天武教的一些错误的信心观 嗯 然后讨论了信心里面的一些元素 反正蛮多的但是很有帮助让我们理解信心 那我们就明天看看我们能读到哪儿就读到哪儿 嗯 大家可以 可以试着读到 我看一下 可以试着读到 我们可以读到第14点之前吧 OK 还有什么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来我们一起打告 慈略天父我们再次的来到您面前 感谢你在今天晚间 给我们这个时间来一同 来阅读基督教教义 让我们看到 主你的圣灵隐秘的工作 使我们与基督联合 使他同管我们 也使我们成为他的 使他成为我们的 主我们知道这个教义 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 有很多的安慰在里面 也就求你亲自用你的圣灵 来将这个充满安慰的 联合的教义来 来触碰我们的心 也叫我们能够从中 看到我们的 你在借着圣灵所成就的 这个救恩是何等的亲密 不仅是我们在看一个 远远的遥远的 距离我们两千多年的 这样的一个陌生人 而是正在借着圣灵的 联合的工作 我们成为他骨庸的骨 肉中的肉 我们成为他的新娘 因此主我们 祈求你来帮助我们 更加的明白 我们以基督 奥秘的联合 也求你带领我们 今天所有的人 今天晚间的休息 保守我们这周 接下来的生活工作 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在你面前 有声无声的祷告 你知道有许多的人 有各样的挣扎 我们 请你来听我们 教会的成员 在你面前的祈求 也请你带领我们 继续的回到你的教会 当中来领受 你在教会里 为我们所预兑的恩典 那就是你要宣讲的道 和你所赐给我们的胜利 祝我们感谢你 与我们同在 我们这样打包奉合 耶稣基督的你 阿们 OK 大家们 明天就到这里 那我们晚安啦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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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下次是北京时间周四的上午十点半 对 是这个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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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